大家晚上好,和大家分享一下简单好吃雪梅娘的做法 习惯的朋友说你保留美食每天更新 首先呢准备200克的雪梅娘的玉拌粉 这个呢在网上都有卖的 准备160克的开水 把开水加入雪梅娘玉拌粉中 搅拌成棉絮状,揉成面团 我们准备一些自己爱吃的水果 我放的是芒果,还有红心的火龙果 把这个面搓成长条,切成这样小块 按压成饼,擀成圆形 咱们准备淡奶油,里边加入白砂糖 用电动打蛋器,我们分三次,把淡奶油打发 不会打的朋友点我主页看千层那个视频啊 有这个教程的 打好之后呢抹一层淡奶油,放上水果 然后再抹一层淡奶油 把它包起来 然后放在这个纸托中 放入冰箱上层保鲜 冷藏4-5个小时 让这个淡奶油呢凝固一下 凝固好后切开就可以使用了 非常简单,非常好吃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